第九讲 容器和布局管理器 在整个AWT中 最基本的关系或许就是 构建、容器和布局管理器之间的关系 理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对于使用AWT 开发复杂的operate和应用程序 是非常重要的 前面我们介绍了面板这种容器 而且知道容器可以放置其他构建 AWT中常用的容器 还有窗口、框架和对话框 其中应用程序要享有使用 AWT中的各种构建 一般要使用框架这种容器 与容器相关的是布局管理器 容器没有布置它自己构建的功能 而把这个责任授权给一个布局管理器 这一讲我们就来学习窗口、容器和布局管理器 这一讲的主要内容有 窗口中提供三个用于在屏幕上显示窗口的构建 分别是窗口 Java.AWT.Window 框架 Java.AWT.Frame 和对话框 Dialog Window是三个窗口构建中最基本的构建 它实际上是Frame和Dialog构建的负类 窗口构建没有边界、标题栏和菜单栏 而且大小不可以调整 因此 如果我们在程序设计过程中 需要利用悬浮在其他构建上方的 无边界矩形框显示信息 则窗口是最佳选择 例如 利用窗口可以实现显示产品信息的快闪屏 利用窗口可以显示构建的提示帮助信息等等 Frame是Window的子类 它拥有边界与标题栏设置 而且其大小 设置允许调整 另外 用户可以为Frame附加一个菜单栏 如果用户在程序设计过程中 程序窗口需要图标化 或者包含买菜单栏 则可以选择使用框架 也就是Frame构建 Dialog也是Windows的子类 与框架相同 Dialog也拥有边界与标题栏设置 而且其大小也允许进行调整 与Frame不同的是 Dialog不支持附加的菜单栏 而且Dialog可以进行模式化属性设置 因此,如果用户在程序设计过程中 如果需要创建临时窗口 以捕捉用户输入的信息时 一般使用Dialog构建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窗口以对话框构建在使用过程中 都必须定位到框架 也就是说,必须向 Windows和Dialog构建器 传选一个框架 作为参数 虽然这看起来似乎受到一些限制 但是由于指定框架的属性 可以被设置为不可见状态 因此设计时仍然很方便 窗口试键 窗口构建触发窗口试键 Window Event 它的监听者是Window Listener 里面的方法包括Window Open Window Close等等 Java.awt.event.windowAdapter 这个类实现了Window Listener接口 但是里面的方法都是空的方法 我们可以有选择性的实现 WindowAdapter里面的某些方法 窗口容器示例 Java.awt.dialog 有一个很有用的子类 Fire Dialog 它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文件选择对话框 通过它我们可以选定一个文件 用于装载或者保存等等 我们以Frame和Fire Dialog为例 说明窗口容器的用法 这是框构构建的程序示例 MyFrame是一个继承了Frame类的子类 在它的构造函数里面 Super S是调用它的复类的构造函数 Set Size Set Size是设置框架的大小 Set Background是设置它的背景色 Set Foreground是设置它的前景色 Label 这个语句声明了一个Label对象 Label的文字是 This is a frame test Label又对齐 这个语句 把Label添加到Frame框架里面 Set Visible是把它设为可视的 在Main函数里面 声明了一个MyFrame的对象 然后调用它的Show方法 使它显示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关闭这个框架 我们必须实现WindowListener或者WindowAdapter里面相应的方法 我们在这里实现了WindowAdapter这个类 并重载了WindowClosing和WindowClose这两个方法 这条语句 释放窗口资源 而这条语句表示在WindowClose的时候 退出系统 我们来看一下运行效果 运行结果如图 对景色是蓝色 前景色是黄色 所以标签显示成黄色 而且是右对齐 当我们关闭窗口的时候 将会释放窗口资源并退出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 先是执行了WindowClosing方法 然后再调用WindowClosed方法 Pack方法 是用紧减凑方式显示窗口 如果不使用该方法 如果不使用该方法 如果不使出现时 可能组件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运行效果 结果 结果窗口自动调整大小 使它能显示所有组件 如果我们注写的事件监听器 是WindowListener 再编译 编译器将会报错 因为WindowListener是一个接口 我们必须实现它里面所声明的所有方法 而WindowAdapter是一个类 虽然它里面的方法都是空的 但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选择性的 实现里面的方法的一个途径 FileDialog文件对话框 我们从帮助中可以看到 它继承了Dialog对话框类 而Dialog又继承了Window类 文件对话框有两种模式 分别是Load和Save Load用于装载模式 用于导入文件 Save用于保存模式 文化对话框的构造函数 有三个 前两个都是不指定模式 默认为是Load模式 第三个参数是Mode 用于指定文件对话框的模式 注意 三个构造函数都需要一个 Frame作为参数 是该文件对话框所在的框架 前面我们说 窗口与对话框构建 在使用过程中都必须定位到框架 也就是必须向Window和Dialog构造器 传递一个框架 这是由于框架是独立的窗口 而Window和Dialog则必须以创建时提供的框架为锚点 文件对话框类的主要方法 GetFile是返回该文件对话框选中的文件的名字 GetDirectory是返回该文件对话框所在的目录 这个是我们的历程 这个历程很简单 声明了两个Bottom的对象 LoadBottom和SaveBottom 声明了一个文件对话框的对象 Dialog 声明了一个Listener的对象 Listener 在Inneed的方法中 分别把LoadBottom和SaveBottom添加到容器中 记得容器就是Operate 然后分别为这两个按钮注册监听器 监听器的实现 监听器的实现是这样的 首先取出刚才用户所按的Bottom 判断这个Bottom是LoadBottom还是SaveBottom 如果是LoadBottom 则与默认的模式声明一个FileDialog对象 默认的模式是Load 否则以Save模式声明FileDialog对象 然后把Dialog视为可视的 把它显示出来 并推到前台 这一句话是判断用户有没有选定一个文件 如果它选定了 则把它选定的文件名显示出来 否则显示出FileDialog Cancel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运行效果 这就是运行效果 如果单击LoadFile按钮 则打开一个默认样式的文件对话框 即Load模式的文件对话框 如果单击Save File按钮 则文件对话框的模式被设置为Save样式 无论选择装载或者保存功能 目的都不会变 即显示文件对话框 并获取用户选定的文件名称 一旦获取文件的名称值 即可对文件执行装载或保存操作 在这里把所显定的文件的名称显示出来了 注意文件对话框本身不会保存或者装载任何东西 它的功能只是供用户选择并返回他所选择的文件名 文件对话框Load与Save模式的含义是与平台无关的 一般情况下 两者的区别仅仅是表面上的 在Windows95下 Save模式的文件对话框可以接受 从命名操作 或者新建操作 而Solaris中Save模式的文件对话框 仅仅允许执行已有文件的选择 而认为文件的从命名操作由用户自己解决 这里也把保存的文件名的显示出来了 布局管理器 容器 容器没有布置他们自己构建的责任 而把这个责任 两个 一是计算一个容器的首选尺寸 和最小尺寸 二是布置容器内的构建 每个容器 只能有一个布局管理器 但一个布局管理器 可以为多个容器工作 AWT设计者提供了一组默认的布局管理器 他们足以处理 他们足以处理90%的布置要求 他们分别是BorderLayout CutLayout FlowLayout GridLayout 和GridBackLayout 从BorderLayout 一个在各种布置中都很有用的简单布局管理器 到庞大的GridBackLayout 一个非常复杂的 但几乎可以布置我们所能想象到的 任何构建的布局管理器 下面我们一一来介绍这五种布局管理器 BorderLayout 布局管理器是最简单的布局管理器 它按北、东、西、南和中心位置 将构建分布在容器的四周和中心 可以规定构建之间的间隙 BorderLayout水平地扩展南北构建 使这些构建跨越它们所在的容器的整个宽度 根据构建的首显高度 垂直地调整它们的高度 东西构建被垂直地扩展 因此它们跨越它们所在的容器的整个高度 减去南北构建的高度后所剩的高度 同时根据它们的首显宽度 水平地调整它们的宽度 而中心构建则忽略它的首显尺寸 得到剩下的空间 如图所示 就是BorderLayout的布局管理 CardLayout 从一组构建中每次显示一个构建 构建可以被换进和换出 CardLayout跟踪一个构建的卡片组 从这个卡片组中每次可以显示或处理任何一个容器 虽然它不如AWT中其他布局管理器使用的那么广泛 但对于重叠的面板这样的构建 它仍然很有用 FlowLayout FlowLayout仅仅是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的布置构建 它是一个基本的布局管理器 在许多布置环境下可以方便的使用 它不需要对它所布置的构建设置约束条件 我们只需要指定水平和垂直间隙 还有构建的对齐方式 左对齐 居中或者右对齐 水平和垂直间隙 不仅规定两个构建之间的距离 还规定了构建边和容器边之间的距离 这个规定 这个规定以BorderLayout不同 BorderLayout的水平和垂直间隙 只规定了两个构建之间的距离 当我们具有一个固定大小的构建 并且希望在一行或一列中布置构建时 使用FlowLayout很方便 FlowLayout也是唯一一种根据构建的首选宽度和高度 排列构建的AWT布局管理器 这就是FlowLayout的例子 GridLayout在网格中布置构建 每个构建都扩展以填满它的网格单元 可以规定构建之间的水平和垂直间隙 GridLayout布置的构建 将完全填满它所占据的网格单元 另外 不能控制一个构建的 任何涉及网格单元属性的 约束条件 例如 不能规定一个构建 占据多少个网格单元 因为每个构建 总是正好占据一个网格单元 这个就是GridLayout的例子 GridBagLayout使用一组详细的网格约束条件 在一个网格中安排构建 它也在网格中定位构建 但与GridLayout不同的是 它不显示规定一个网格的 行数和列数 而是根据它布置的构建的 约束条件 确定行数和列数 而且 GridBagLayout 允许构建 跨页不止一个网格单元 构建可以部分重叠 GridBagLayout 几乎能够处理 任何的不止要求 但是 同时 它也是AWT中最复杂 和使用起来最困难的类之一 这个就是GridBagLayout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布置可以根据构建的约束条件 而呈现出不规则的情况 几种默认的布局管理器 AWT的容器 有默认的布局管理器 BagLayout是到目前为止 使用的最频繁的布局管理器 Window Dialog 和Frame这三种容器的默认布局管理器 都是BorderLayout 而Panel以及Panel的子类 的默认布局管理器 则是FlowLayout 不太熟悉AWT的程序设计员 可能会搞不清楚 在给定环境下 应该使用何种AWT布局管理器 实际上 这主要应该根据实践中得出的经验 进行选择 比如 一个日程表 或者电子表格 应该使用GridLayout布局管理 而输入格式 例如一个带有姓名 地址 邮件编码等等构建的容器 应该使用GridBackLayout布局管理 把构建一个接一个的放置的容器 应该使用FloatLayout布局管理 既然BorderLayout和FloatLayout 是使用的比较多的布局管理器 我们就以BorderLayout和FloatLayout为例 说明布局管理器的用法 其他标准布局管理器的用法 同学们可以参阅帮助 这个就是BorderLayout的例子 程序 程序先是声明了五个Bottom对象 分别是North East Vest Center 和South 然后 把BottomPanel的布局管理器 设置为BorderLayout 水平和垂直间隙 都是2 然后把刚才的那五个Bottom 添加到BottomPanel中 注意前面有一个参数 表示它所添加到的是 东、南、西、北、中哪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运行效果 这个就是运行结果 五个按钮被分别添加到 左、东、右、西、中、上、北、下、南、中 这是一个FloatLayout的例子 对齐方式是左对齐 水平和垂直间隙是10跟5 设置好了 布局管理器方式是FloatLayout之后 只需要把123456这六个按钮 添加到Panel中即可 我们来看一下运行效果 可以看到123456这六个按钮 被从左到右的放置 效结 这一讲 我们以frame和fireDialog为例 学习了容器 并学习了布局管理器 通过学习事件和布局 我们可以学习更多的构建了 下一讲 我们来学习几种常用的构建 习题 1.窗口构建有哪几种 Dialog构建一般有什么作用 2.说明布局管理器的作用 Java提供了哪些标准的布局管理器 2.5按钢 2.ikes 2.5 inches